下一題 我們當初在學簡單的化學技樣的時候 沒有膠墨濃度 所以我們當時只有用質量去換成墨 後來我們有學墨濃度 所以有題目是要用墨濃度去學墨 他說有兩大胺的硫酸150毫升 然後跟主要的硝酸的作用 其實產生硝酸多少功課 那麼一樣第一步 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不用寫人家寫給你們 第二步 已知跟所求換成墨 有個已知是兩大胺150毫升 怎麼樣換墨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用公升做單位 第二個所求求的是質量 質量所換墨 質量要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我們就去換 第一個是要用墨濃度乘以容易的升數 那150毫升是0.15公升 選一層 算出來是0.3毫 第二個是我們要知道那個質量 不知道多少功課要換 這邊要去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要算分質量 算出來是63 然後我們小的x 然後去處理63 這都是另外一個毫 然後呢做完之後就有第三步 叫做 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 所以剛才算算墨 就是我的均衡係數 我的流算係數是1 消算係數是2 所以是1比2 才1比2 然後就是數學 算完 答案37.8公克 答案37.8公克 然後前面說 今年加8年級的時候 我把它叫做換成質量 但是不一定要換成質量 換成墨爾也可以 因為它反正關係是固定的 如果1墨爾會產生1墨 1墨爾40克 那麼就是1墨爾產生40克 那2墨爾就會產生80克 這個比例是固定的 那麼這個圖形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因為兩大量的硫酸 150毫升我能夠求的是墨爾 所以這邊告訴我這裡 如果有1墨爾的硫酸 會產生消酸 這裡是2 那麼要算幾公克 那麼要算出分子量 輕是1 但是14 氧是16 有3個 所以是63 所以2 2乘以63 叫做126公克 也就是1墨爾會產生126公克 那麼現在有多少墨爾的硫酸呢 就要用墨爾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要用公升 所以150毫升是0.15 所以叫做0.3 所以1要變成0.3 所以表示要乘以0.3 所以126也要乘以0.3 就變成37.8公克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37.8公克 最後是做法 好 通通換成我所能夠換的 關係比例是固定的 就可以做出來了 好 接下來換各位練習 心跟鹽酸反應這樣子 請問你4大約500毫升 可以主要的心作用 可以產生多少氫氣 做法跟剛才基本上是一樣 我講過了 第一個練習都是跟立體一樣 做法是完全相同 除了數字不一樣 其他通通都是一樣 好 你想要用 我以前教到方法做也可以 想要我跟他後來用的方法做也可以 請問你 我 這麼多的 鹽酸 具足量的新作用 請問你會產生多少公克的氫氣 多少勒 帥哥美女 這一位叫做 黃伯祥 兩公克 請坐 請坐 停 血方層是幣也平衡 不用做 人家給我了 第二部 以致根所求換我 用成木耳素 有濃度 要去乘以體積公升換木耳 要求質量 質量要處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就是第一個 一個木耳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500毫升 是0.5公升去乘 所以算算是兩木耳 然後 第二部是要 質量處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氫氣的分質量應該就是2 所以就算說 X不知道 所以除以2 就是他的木耳 然後第三部就是 所謂的木耳素比 就是均衡係數比 所以把它往裡面帶 那麼 鹽酸的係數是2 氫氣的係數是1 所以是2比1 所以 數學 做出來就是2公克 如果剛才用剛才的方法做也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鹽酸這裡是代表它是2木 會產生氫氣 氫的分質量是2 它是一個2 所以它就是2公克 所以2木就會產生2公克 現在有4 大概500毫升 毫升換公升是0.5 公升 所以4乘以0.5就是2 哇!就正好都是2嘛 2跟2是吧 這個乘1就好了 所以2公克也是乘1 所以就是2公克 所以答案就是2公克 就知道了 OK!這就是 我們來做的簡單的化學劑量 來求的方式 下一題就是 一樣 只是現在變成要求 反應物的需要量 剛才是求產物的產量 現在求反應物的需要 但是做法 想法是一樣 就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我想要得到4.4公克的二氧化碳 需要用2大M的鹽酸多少毫升 我才能夠得到咧 請問你 要多少了 做法是跟剛才完全相同的 除了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其他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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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請問你 他應該是多少的 他應該是多少 有可愛小女生嗎? 有可愛小女生嗎? 這男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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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無法 你預備 50 告訴你答案的人 他有地方成錯了 請坐 請坐 這次算出來是0.1M 再來 要求的是一個濃度 乘以體積 體積用公升就是多少毫升 1000X毫升 然後呢 就是這麼多 這麼多 好!那要相 兩個 第三步就是 莫數比 就是均衡係數比 那麼 給的是二氧化碳係數1 求的是鹽酸係數2 所以是1比2 帶進去要1比2 所以算完 是0.1公升 0.1公升就是100毫升 所以答案是100毫升 同理 如果 我們用剛才的做法做 現在呢 這個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分只要44 44公克 然後呢 要求的是鹽酸 這個2是代表兩末 因為給濃度能夠算是末 所以我就想要兩末 這要兩末 那麼現在有4.4公克 所以是0.1 所以這也要變成0.1 那所以就是0.2末 所以我需要的鹽酸是0.2末 那怎麼樣去算 末呢 就是末濃度要乘以容易體積 兩答案乘以體積 不知道要等於0.2 所以x就是0.1 0.1是公升 所以就是100毫升 所以答案就是100毫升 就是我們做的方式 OK嗎 OK